东周系列连环化 三个勇士 春秋时候 齐庄公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君 他天天操练兵马 要选出一对勇士 亲自领了他们横行天下 庄公定出封赏办法 有千斤利器 能够射穿七重甲的 就赏五成车 赵大夫一样待遇 因此 列国的勇士纷纷投向齐国来 勇士一到 就上校场去世利器 比弓箭 不久 庄公选出了甲菊等几个人 各赏五成兼车 给了各响亮的称号 叫做五成之斌 甲菊得了封赏 想起他的朋友华周和齐梁 都是勇猛出众的 便在庄公面前竭力推荐 甲菊引华周 齐梁来见庄公 庄公不知道他们有多大本领 就先赏他们一辆战车 待立功后再行封赏 两人退出之后 非常气愤 他们自以为是天下无敌的英雄 可是人家是五成之斌 而他们两人合一成战车 这简直是侮辱 华周主张另寻出路 启梁说 我们一走 怎显得我们的勇敢 会被人家看不起 我们偏要干一下 死也要留个名声 华周听了 纳住火器 跟齐梁同乘一辆车 留在庄公军中 过了几天 庄公聚集将士 下令出征 他准备单用五成之斌 带领精兵三千去攻打举国 华周和齐梁听到消息 连忙来见庄公 要求充当先锋 庄公问他们要多少兵车 他们说 主公赏了我们一辆 那就一辆够了 这话好像偶气 不过庄公要试试他们的勇气 笑了笑就答应了 华周与齐梁商量道 我们一人驾车 一人打仗 轮流着来 齐梁道 如果找到一个有胆量的 专替我们驾车 那就能充当一队兵车了 有个小兵受了感动 就自告奋勇地说 我叫习侯众 因为仰慕两位将军的勇敢 所以愿跟你们同去立功 于是 三人同乘一车 竖一面骑 带一面骨 就向举国出发了 举国的国君李彼宫 听说齐兵要来攻打 大为震惊 他亲自率领假释三百人 在国境上巡逻警戒 那一天早晨 举军看见有一辆战车飞快迟来 正想前去盘问 只听车上人大叫道 齐国先锋大将在此 谁敢跟我交手 李彼宫害了一跳 哦 齐兵果然来了 李彼宫看他们只有一辆战车 后面又无接应 便叫三百名假释 紧紧把他们包围起来 并立功打 华州对习侯众说 你给我们雷鼓 要雷得紧 雷德响 战鼓一响 战车就撞进了举军阵中 左冲右突 把三百名假释杀得七零八落 李彼宫慌了 高声叫道 不要打了 我把举国分一半给你们 同享富贵吧 可是他们只想单车攻取举国 让庄公看看 直不直充当武成之兵 因此只顾挥动长矛 横冲直撞 把举军杀得狼狈败退 那时庄公的大军 正在前进 忽有探马来报 先锋战车在举国界上御敌 已被包围 庄公听了 叹了口气 暗想 一辆战车如何能打先锋 他们简直在开玩笑 庄公正催马赶快前进 又有探马来报 三人奋勇杀敌 已经杀败举兵 正在追击 庄公大喜 忙叫人前去传令 叫他们不要孤军深入 等待大军到来 再行并立攻打 使者赶上先锋 传了命令 华州 起良旗声道 主公封赏武成之兵 我们没有份 给人瞧不起 还不如死的好 我们偏要攻下举国 给主公和那些武成之兵瞧瞧 他们瞥下使者 驾起战车 直向举国兜门持去 再说离比公败退回城 料到骑兵还不肯甘休 立刻叫贾士守住城门 他本想利用壕沟作为障碍 可偏偏碰上大旱天 连沟底都晒得裂开了 他灵机一动 叫人在壕沟里搁上炭火 变成了一条火沟 阻挡其将前进 那辆战车要武扬威地 冲到火沟前 过不去了 华州和起良眼看这道沟 不过七八尺宽 可是隔着熊熊炭火 休想过去 习猴重跳下车来 望了一望 大叫道 两位将军不必担心 自古人死流明 抱死流皮 不怕死的才能流明 我有办法让你们过这道沟 说吧 他先把盾牌丢在炭火上 然后纵身跳上盾牌 扶下身叫道 快 踏着我的脊梁过去吧 华州和起良横了心 挺起长毛 纵身跳向习猴重的脊梁 再一跳就过了火沟 回头看时 只见烟火中习猴重的身体 胶着的吱吱作响 那个盾牌早已变成灰烬 两人不禁同声痛哭 起良哭了一会 收了眼泪 华州还是哭个不停 起良怪道 你哭得这么久 是怕死吗 华州说 哪里 我们自以为勇敢 哪知他比我们更勇 抢先死在我们前头 怎么不叫我觉得惭愧呢 李比弓箭两江越过火沟 大惊失色 立刻召集了一百个射箭的好手 埋伏在城门两边 张弓搭箭 只等他们过来 华州起良非不直冲城门 举军的弓箭手对准他们发射 两江头也不回 冒着箭雨 挥起长矛 大冲大杀 把城下的弓箭手杀了二十多人 可是城上的强弓硬弩 一起发射 起良连中几箭 重伤身死 华州带了伤 却越战越勇 像一头受伤的猛虎 一边咆哮 一边冲杀 华州又杀了几个弓箭手 气力完了 伤势又重 这才倒下地去 再说齐庄公听说先锋势勇深入 恐怕有失 催动大军 赶来接应 哪知赶到时 三人都已战死 装公大怒 立即下令攻城 恨不得一口气吞下举国 李比公在三个勇士手里 已经领教过了 如今大军围城 哪有不及的 慌忙派使求和 那时者带了贵重礼物 用车载了起良和华州的尸体 前来骑迎 谢罪求和 使者求告道 我们不知那三位将军是贵国人 因此误会 可是贵国只死三人 我们到死了一百多 请君侯别再追究吧 庄公怒气未消 不肯答应 使者送上贵重礼物 交出了华州 起良的尸体 愿意年年进贡 岁岁来朝 永做齐国的蜀国 庄公达到了目的 才允许举国求和 第二天 庄公下令退兵 那三个贪名的勇士 只为争一口气 做了无谓的牺牲 而去便利索 我们看到这个 不肯答应 是 82人的远大 疯狂的公众